清明节三个习俗和三个禁忌要早些知道,一旦冒犯,日子越过越穷衰。 清明节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节日,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。 每一道清明节,人们惯例要扫墓祭祖,免怀先人清明节扫墓,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年以来的传统,也是我国最大的祭祖和扫墓的日子。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清明节扫墓已是既定我们的祖先,二是言传身教教育,我们下一代记住我们的祖先。 不要忘记先人们对我们的养育之恩,然而扫墓是有一定讲究的都应该注意些什么呢? 清明节的三个习俗,一,扫墓,要穿戴素静点的衣服和食品以身色为衣,一个家族的人尽量要做到俘老邪诱。 对年龄较大的人,多点尊敬要多给孩子,讲解如何孝老敬老之事,大人们尽量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,实际上清明扫墓是个免怀先人。 教育后人的最佳时间,作为我们中华民族龙的传人,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大好机,回二到了墓地。 首先要先清扫清整坟墓,先把坟头上的杂草清除干净日,后在家土把坟头修整得干干净净,有墓碑的,可以用清水把墓碑清洗干净把周闻的野草清理一下,将墓园打扫干净墓地。 是我们已故先人的房子实际上旧,是我们后人旧事给我们的先人修理一下房子。 打扫一下卫生让我们的先人干干净净无忧无虑地在此安息三。 下面是祭祀这一程序很关键,一是寄出埃思,二是与先人心灵相干因为身有灵,而无主先人有主,而无灵与先人相干,可以更好得到山川的灵气。 这就是风水,人和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理念,既定程序修整墓地,上香,上供品,祭酒,败祭,放鞭炮。 最后折积之能律的新枝,插在坟上,也可以供奉些鲜花,还要在上边压歇之前,让他人看了知道此坟后人兴旺清明节的三个禁忌一。 因为墓地是阴灵的安,居之所顾不可跨过坟墓,即供品大声喧哗,嬉笑怒骂屋言会语,乱跑乱碰随出小编这样做,不单只对自己的先人不尊敬, 更且对附近的灵气构成滋饶。 二旧时习俗认为逝去的亡魂只有在清明节期间,趁着这万物复苏的时候,才能出来洗涤,晾晒衣服,被褥所以河边,溪边,井边,泉水旁,都有亡灵在洗涤,晾晒。 所以活着的人要给逝去的人机会,地方别和他们抢地方抢水,让他们好好的清晰。 三,刮熟地落新生命的诞生,是不以日子好坏。 节日与宝而改变的但清明节这天出生的人,一般不会在这天庆生祝寿而逝,会提前或者推后避开清明期间,清明节,请一串五地钱,放置在家中能镇宅化,杀随身佩戴,能招财房小人五地钱,是灵气。 是法务,它兼具了帝王之威和民族之神五地钱,出自于中国最强盛最繁荣的帝王,他们在为期间国运昌盛。 帝王独尊百姓安居乐业,国富民强能镇宅,化沙并兼具旺财的功能同志,吸收气场的力量,比金银都好,从古至今都作为财富幸运的象征铜币, 是能量非常大的吉祥物,招财功能很强,尤其是国力强大师的铜币最吸引财神在风水中,也最具有镇宅旺财的作用红色寓意喜气,成功,中永被视为能够驱邪化沙。 配合大红色的中国节法力无边,正月在家中的财位,摆放五地钱生财旺财让,整个家庭的财源广进财用旺盛。 2018年东南方八百飞临的方位,最当旺的月份是农历二月,五月,九月,若想收到锦上添花之效,可在这方位摆放五地钱能够改变气运带,来好运也会生财旺财,让整个家庭的财源广进财运旺盛。 VeIN ens here,我还有些财源的1月、户风涨广进财阖则广进入中永被合造片, 晚症竟产广进入中永被合造化了非常问题。 嘴 discipline广进入中永被出现场山景吸引起,就是我们这里用大関的结枢。